查个小广告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苹果官方的液态硅胶套 但是又比较讨厌它太厚了 针对这个现象 我们在市场中找到一款超薄液态硅胶套 既有液态硅胶套的手感和质感 厚度也非常薄 并且丰富的颜色还能满足大家不同的喜好 有需求的同学可以到店看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笨笨 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 如今的智能手机市场 已经从一个增量市场发展成为存量市场 在人们对手机的消费需求 已经从购机需求转变为换机需求的今天 用户也变得越来越挑剔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厂商能否依靠产品本身的魅力 来留住原有的用户 并俘获其他品牌手机的潜在用户的芳心 就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了 最近几年 索尼手机部门的日子可并不好过 许多产品既不叫好也不叫做 销量惨淡 用户严重流失 那么索尼手机的问题到底在哪呢 当年消费电子市场的老大哥 为何却做不好手机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XJR一探究竟 今年6月份 我有兴趣的趟台北 机缘巧合之下 在体验店玩了一番XJR 说实话当时挺打动我的 正面一块晶银剔透的玻璃 加上圆面的后壳 虽说厚度和重量感觉都不是特别有优势 但颜值确实击中了我 于是回到深圳之后 我心里就萌生了做XJR评测的链头 顺便看看 索尼手机是不是比起以前会进步一些 颜色选的是墨绿色 介于黑和绿之间的一种感觉 整机虽然比较重但得益于不大的三维尺寸和比较好的机身弧度 使得它的手感还不错 索尼手机前几代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造型硬朗 人角分明 但在XJR上尤其是机身背部 索尼运用了非常明显的弧度元素 如果说XJ1像是一块砖 那么XJR就像是一块鹅卵石 圆论 光滑 说到这我突然有个疑问 那就是索尼为什么要在XJR上这样做 通过拆机视频 我似乎得到了答案 索尼XJR使用了一个体积很大的相机模块 再加上完全不具有厚度优势的IPS面板 这使得它厚度达到了1.1厘米 如果继续采用此前硬朗的造型 那这款手机握在手里可就真的是一块砖了 所以为了照顾视觉以及手感 索尼只能赋予XJR一个带有弧度的背部轮廓 让手机的厚度自中心到边缘逐渐屈薄 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XJR后置摄像头的位置要那么靠下 因为这颗摄像头最理想的位置就是这里 这款手机的背部越靠近边缘的位置 其厚度就越薄 而若要把如此大体积的相机模块放到靠近机身边缘 那机身厚度肯定第一个不答应 指纹识别传感器安排在了摄像头下方 并且非常靠下 导致正常的握紙很容易将手指打在摄像头上 作为手机行业里 最早将指纹识别传感器放在机身侧面的手机厂商 到了这一代产品上 却要摒弃这个传统 让我非常不解 因为我个人觉得侧面指纹识别 比现在这个方案好用太多了 索尼XJR带有弧度的背部轮廓 虽然照顾了手感 不过这种设计也会为使用带来不便 当我把手机平放在光滑的桌面上操作时 手机会一直转来转去 事实上有这种操作习惯的用户应该不在少数 并且因为手机容易打转 还会使得它那玻璃材质的背面容易被划伤 毕竟生活中的细程和杀力还是比较常见的 玻璃在它们面前也非常脆弱 我手上这台XJR的背面就被划除了许多细纹 XJR采用了双立体扬声器 并且因为发生方向对脸 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点当年崩上的感觉 屏幕采用了一块5.7英寸18比9的 IPS面板 考虑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旗舰手机采用AMOLED屏幕 这对于讨厌AMOLED屏幕的同学来说 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了 至于屏幕本身的素质 我们只能用一个十圈九美来形容 这块屏幕的通透性 背光均匀度 可视角度和对比度都非常好 色域和亮度也处于比较优秀的水准 色准方面 它的DT1平均值只有1.38 可圈可点 唯一的遗憾就是轻色比较偏 这也是我们说这块屏幕十圈九美 而不是十圈十美的原因 既然是一款骁龙85的手机 那XJR的性能表现 只能就不用怀疑了 不管是玩对配置要求一般的王者荣耀 还是玩对配置要求相对苛刻的崩坏商 在开启了高帧率 以及全部特效之后 XJR的帧率基本上都可以维持在 59到61之间 关于应用程序的启动速度 我们不妨以X9 Plus作为对比 可以看到啊 作为各自品牌的旗舰产品 两款手机的实力 基本上是针尖对卖码 差距非常小 索尼XJR的性能虽然让人满意 但在发热和续航上 XJR显然还不够优秀 一小时的标准续航测试做下来 XJR的耗电量达到了14% 结合其3060mAh的电池容量来看 这个耗电表现很难让人满意啊 另外在玩游戏 充电录像的过程中 XJR的发热非常明显 如果你冬天去个暖手宝 那不妨用索尼XJR来录十分钟像吧 我个人认为 这台手机最减分的地方 应该算是系统了 功能非常少的情况下 还非常不好用 功能少体现在没有电话黄雁 没有云服务 没有人脸识别 没有公交卡 手机丢了 也没有查找设备功能 不好用体现在 比如换个拭目卡 它会自动重启 主题非常少的情况下 App图标不能像原生安卓 那样单个编辑替换 导致第三方图标 群魔乱舞 屏幕比例虽然是18比9 但是App的内容面积 却依然停留在16比9 多出来的屏幕像处只是单纯的给了虚拟键 并且这个虚拟键只要是在没有适配过原生安卓的Apple里 都是显示黑色 完全没有沉浸感 要知道国内大部分Apple都没有适配过原生安卓 所以你无时无刻要忍受这种割裂感 另外我非常想吐槽的就是这个自带的应用商店 推荐的Apple很了解先不说啊 首页班呢 还是除夕页的主题 都不知道小编多久没有维护了 我隐约有一种感觉啊 就是索尼的手机部门 特别不情愿做中国本地化这件事情 以至于只要涉及到本地化的优化工作 就显得非常敷衍 当然除了本地化之外 这个系统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其中有一个功能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就是动态振动 所谓的动态振动是指你在听音乐 或者看视频的过程中 手机会给用户一个基于当前音乐旋律 或者视频声音的振动反馈 这些振动是由XZR机身的一个硕大的线性马达提供的 虽然这个线性马达的震感和iPhone比起来有一定的差距 但力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索尼XZR搭载的后置摄像头为1900万像素 光圈为F2.0 像素面积为1.22微米 在官网上索尼将此镜头描述为 屡获虚荣的索尼G镜头 然而如此好的相机硬件 索尼XZR手机能驾驭好吗 日间方面通过观察样张可知 索尼XZR拍出的照片白平衡偏红非常严重 有些观众可能会认为 右边三星S9 Plus拍出的那张照片色彩偏绿 其实并不是三星的那张照片 就是当时那个场景的真实颜色 在2018年的今天 仍在日间光线充足的场景下 白平衡翻车翻得如此之厉害的 除了索尼XZR我还真没见到第二个了 当然在索尼XZR的白天样张中 我们也只能找到白平衡这一个槽点 毕竟在曝光和细节解析力上 XZR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 微距方面 由于在这个场景之下 索尼F2.0的光圈 大于三星S9 Plus F2.4的光圈 所以在虚化的效果上 索尼XZR比三星S9 Plus强了那么一丢丢 至于花朵的细节 两款手机拍的同样都非常清晰 不过索尼这边的噪点有些偏高 画面没有三星S9 Plus那么纯净 夜间方面 索尼XZR可以说是被三星S9 Plus全面吊打 最直观的是亮度上的差距 虽然索尼将ISO拉到了3200 而三星的ISO只有1250 但索尼F2.0的光圈 小于三星F1.5的可变光圈 15分之1的曝光时间 也比三星1分之1秒更短 所以在最终成片的亮度上 索尼XZR比三星S9 Plus暗了不止一点 由于索尼XZR将ISO拉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数值 所以XZR的照片照点非常明显 为了消除照点的影响 算法不得不对照片进行涂抹 这就使得XZR照片的细节保留情况非常糟糕 例如树木枝叶这部分 三星这边依然可以看清树叶的轮廓 而索尼这边已经糊成了一团 结合索尼XZR的日间样张和夜间样张来看 关于这款手机的拍照表现 我们只能这样说 这款手机的镜头确实是个好镜头 可是再好的镜头也架不住索尼XZR的富有化 最后是960帧慢动作拍摄 这个功能非常有趣啊 只是使用场景可能比较有限 另外XZR最终拍摄出来的慢动作视频 照点非常严重 亮度也比常规视频低的不少 如果你真的要用索尼XZR拍慢动作视频 那最好到光线非常充足的地方去拍 说实话 那索尼手机到底怎么了 从和爱立信拆分到手机部门换帅 索尼似乎也一直在求变 但为何透露出来的感觉 却像是病急乱投医呢 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的观点我们会自顶 好了 视频的最后 恳请大家帮个小忙 最近我们想把B站进行认证 但是粉丝数量还差3万 所以希望没有关注的朋友 能够点个关注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